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将在YouTube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频道首发 每期时间周六至周三晚十点上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再婚时应注意的事项 美国社会的离婚率相当高 但是再婚率也很高 由此可见再婚非常流行 如果双方都没有小孩 也没有很多的共同财产 往往离婚后再婚与首次结婚没有两样 但是如果任何一方以前的婚姻有小孩 即配偶赡养费的问题 再婚就变得相当复杂 法律规定如果任何一方再婚 将失去前任配偶所支付的赡养费 但是共同子女的赡养费 还是要前任配偶继续支付 因此再婚之前 当事人要考虑双方财务责任的划分问题 其中包括再婚后的财务问题 及对以前家庭的财务责任 再婚中经常出现的另一种情况 是对方或双方所带的孩子的问题 配偶双方的任何一方 在再婚前就有的小孩 在再婚后将是另一方的继养小孩 继养小孩与领养小孩不一样 在法律上 继养小孩仍是生父母的责任 只有经过领养的程序 才能成为自己的子女 否则无法将继养子女 当成自己的子女 要想办理领养手续 再婚家庭必须向当地的法院递交表格 法院会要求社会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 对领养父母的背景进行调查 并会与小孩及其亲生父母宴谈 了解他们各自的意愿 然后法官根据这些调查结果 来裁定是否同意领养 如果要领养最好能征得孩子亲生父母的同意 经过法官同意 完成领养程序后的孩子 就正式成为再婚后家庭的责任 新组家庭必须履行 与对自己亲生孩子一样的职责 向孩子提供教育及生活的保证 这些孩子也享有遗产的继承权 经过领养程序而被再婚家庭领养的孩子 将失去与亲生父母之间的父母子女关系 将来不能享受继承亲生父母遗产的权利 除非亲生父母在遗嘱上 对遗产的分配有特别的指定 很多中国新移民认为的美国生活很随便 只要双方愿意把家居合并在一起 就可以毫无牵挂的共同生活 如果双方都不喜欢了 也可以随便分开 实际上在美国同居者也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 特别是同居后有分居 谁拥有什么东西往往产生很大的争议 由于同居是双方同意的 同居者还不算是一个家庭 因此美国的家事法并不实用于此类情形 如果同居者之间产生财务方面的纠纷而告上法庭 法院不是以家事法来审理 而是根据普通法律中的合同法进行判定 为了避免日后出现纠纷减少麻烦 同居者在同居之前要签署一份书面协议 签协议时最好要有证人并进行公正 同居协议中可以有下述的内容 一分清财产的归属 二分清战务的归属 三分清财产权状的归属 四分清各自的财务责任 诸如谁来支付水电费一类的日常生活账单 或个人支付的种类及比例 五分清同居期间各自的家务室 六分清同居以后宠物的归属 有些州允许把共同在一起生活的人 登记成为家庭生活伙伴 主要是因为目前绝大部分州 都不承认同性恋者的同居生活为家庭生活 不过越来越多的州 如加州开始承认同居的同性恋者 有一定的权利 并开始允许在一起生活的同性恋者 登记为家庭生活伙伴 让他们在保险及福利 财产继承等方面 可以享受配偶的待遇 每个州的规定都不一样 民众可以通过所居住的州政府查询 家庭暴力案涉及的法律问题 许多中国新移民 因为无法适应美国的环境 不知道如何处理家庭的压力 往往将小事演变为家庭暴力的案件 家庭暴力案件并非单纯的家务室 对中国新移民来说 将涉及下述三种影响 一 刑事问题 就如刑事一章所述的一样 家庭暴力是刑事犯罪行为 可以背叛劳刑 二 移民身份问题 移民法规定 与美国公民结婚获得绿卡者 可先获得临时绿卡 等到两年后才能获得到正式绿卡 如果在结婚的两年之内离婚 移民就会怀疑这婚姻是假的 是以获取绿卡为目的 但是不幸的是 很多中国新移民妇女 在与美国公民结婚后 遭受到了家庭暴力 由于涉及自己的移民身份 这些妇女不敢报警 怕离婚后失去自己的身份 而拿不到绿卡 因此忍其吞身 备受煎熬 1996年 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 允许与美国公民结婚的 家庭暴力受害者 不需要维持婚姻两年 才能申请正式绿卡 只要证实当时结婚时 双方是真心真意的 且在婚姻过程中 成为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者 就不需要再继续维持婚姻关系 并且可以提出申请绿卡 而得到不需要等两年的豁免 3.禁止令 在受到家庭暴力的情况下 受害人还可以申请一个禁止令 禁止施暴的一方靠近自己 如果施暴方因家庭暴力案件 而被检察官起诉 受害人可以向检察官要求法院 直接颁发禁止令 如果施暴方没有被刑事起诉 受害者可以通过民事程序 向法官申请禁止令 前车之鉴 此情已逝 何必已申事法 案例 张姓男子十年前 与同居四年的女友分手 但是心里老是挂念着她 总是想着她会回心转意 重新再回到自己的身边 她不断打电话约她 但是她仍是置之不理 为了躲避她的追逐 她搬到了其他地方 没想到张姓男子仍不放弃 通过私家侦探又找到她的心旨 有一天 她从前女友的窗口爬进去 结果前女友打电话报警 张姓男子因为私闯营宅罪 即跟踪骚扰罪 而被判了三个月的劳刑 两年后 她在申请美国公民身份时 也因为该犯罪记录而受阻 邓宏律师的解答 跟踪罪是指民众不断跟踪 联络或骚扰他人 Stalking方式包括跟踪他人行踪 不断打电话骚扰对方 利用电子跟踪器跟随他人 或破坏他人财物 或控制他人电脑等方式 其可以是明目张胆地进行 让对方恐惧 或可以暗中进行 Stalking的受害者 除前男友或前女友外 还包括献配偶 献男女朋友等 Stalking罪 轻者可被判半年劳刑 若有前科或造成他人受伤 可被判两年到四年劳刑 如果被判轻罪 并且只有一次记录 在清洗犯罪记录后 当事人仍然可以申请公民 但是如果是重罪被判罚一年以上的劳刑 绿卡就可能会被吊销 无法申请公民 未经他人的同意而私自进入 他人的住处或工作场所 也可以构成刑事罪 最高可被罚六个月的劳刑 因而当缘分已尽时 大家应积极往前看 千万不要过于执着而以身事法 如何申请公民入籍 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度 来自全球各地的中国新移民 在美国深根成长 来源自己的花旗梦 越来越多的中国新移民 都申请成为美国公民 作为美国公民 除方便家属移民来美团员外 还可以形式自己的公民权 让美国的主流社会 知道我们中国人也是美国的一员 成为美国公民有两种方式 第一是在美国出生 第二是经过移民规划 一 无论父母的身份如何 任何在美国五十个州 及哥伦比亚特区 即在美国属地关岛 波多黎各 美属维吉尼岛出生的人 都可以自动成为美国公民 如果父母都是美国公民 孩子在国外出生 也自动成为美国公民 但是必须向所居住地的 美国领事馆登记 在国外出生的孩子 如果其父母一方是美国公民 除要在居住地 美国领事馆登记外 父母中的非美国公民一方 还必须满足在美国居住的条件 子女才可以申请成为美国公民 二 另一种成为美国公民的方式 是规划 中国新移民入籍 可以通过移民局的规划程序来完成 符合规划成为美国公民的条件 和资格是 拥有绿卡五年以上 在美国长期居住 在过去五年中 至少有两年半在美国居住 或于公民结婚 拥有绿卡三年 年龄满18岁 会说英语 无重大犯罪记录 不在假时期 申请美国公民的人 经过公民考试 念谈 然后进行宣誓仪式 规划的移民 必须放弃以前的国籍 和对以前国家 及任何其他国家的忠诚 宣誓声明自己会汉文 美国的宪法和国土 完成宣誓仪式后 就可以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美国公民考试的内容 包括美国的宪法和历史两大类 华文书店及中文黄页 都有这类数据 申请规划成为美国公民的申请表格 是N400 申请人可以在网站 3w.uscis.gov下载该申请表格 美国公民的资格是终身享有的 但是如果被定为叛国罪 美国政府可以取消起美国国籍 不过中国新移民成为美国公民后 如果不是犯罪 公民身份不会受影响 也不会被驱逐出境 成为美国公民后 可以申请美国护照 许多国家都会对美国护照持有者 提供免签证的优惠 美国护照由美国国务院核发 从申请之日得到批准 需要4周到6周的时间 成年美国公民的护照有效期一般为10年 16岁以下美国公民的护照有效期为5年 申请护照要首先拿到DSP11的表格 这个表格可以从图书馆或邮局得到 也可以到网站3w.travel.state.gov去下载 申请护照也可以到全国13所护照申请办公室 去申领申请表格 但是需要事先预约 申请护照一般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 但是如有特别紧急的事情 需要尽早得到护照时 申请人可以直接到护照办公室申请护照 全国13所护照申请办公室的联络电话分别是 博士顿办公室1617878-0900 芝加哥办公室1312-314-6020 檀香山办公室1808-522-8283 休斯顿办公室1713-751-0294 罗神基办公室1310-575-5700 马阿密办公室1305-539-3600 新二良办公室1504-412-2600 纽约办公室1212-206-3500 费城办公室1215-418-5937 旧金山办公室1-415-538-2700 西雅图办公室1206-808-5700 康州斯坦福特市办公室1203-969-900 华府办公室1202-647-0518 如果是第一次申请护照或申请人的年龄 在13至17岁之间 申请护照必须是由本人携带 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 亲自去申请 申请护照所需要的文件 有以前的护照 如果以前曾有过 出生证明 由郡书记官办公室提供 入籍规划证明 如果不是美国出生的 身份证或驾驶执照 两张最近的照片等 在很紧急情况下 需要马上领取护照 申请人可以拨打紧急电话 1900225-5674或1888-362-8668